每次的穀伏 上月的穀外貼 上月的穀小白 上月的穀伏 穀有自己的穀的穀 上月的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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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 穀 轉動 嗨 大家 今天要帶大家來參觀Tobi的房間 也就是我兒子 屋子裡的寶婆的房間 現在已經 已經懷孕36週了 還是沒有任何人在工作拍攝影片 這一次呢 我們設定的主題是使用 是2020最療癒的綠色嘛 它是帶點揮霧率 覺得是呈現一個花園比較大自然的感覺 因為怕想說疫情沒有辦法帶 Toby出去那裡走走 所以我希望我們家裡看起來是很舒心的 準備好了嗎? Enjoy! 首先呢想跟大家介紹 詢問度最高的油漆色號 我先講一下這整面牆的配置 看不出來現在是下午4點半了吧 而且今天是陰天 原則上我是以大面積於是像這種白色 然後配上灰霧綠 那灰霧綠大概是90公分左右 希望橡子白色可以整個大量子的空間 那這個白呢 你以為就是簡單的白色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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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超級多功課筆的超級多的白色 才選的這個叫做off-white 那這個綠色呢 也是從一大片的綠色當中呢 找到就是這個叫做apple groove apple groove搭配off-white 去呈現一個大自然舒心的空間 就算是晚上我們開一個是黃燈的話 這整個空間看起來非常的舒適 又溫暖 登登!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牆上的裝飾品 那我覺得在介紹牆上的裝飾品以前呢 大家都知道我是超級禁服口 但因為這是嬰兒的房間 需要可以比較注重就是安全性 然後我個人覺得Toby的東西都用得比我都好 因為它房間呢幾乎沒有什麼淘寶的東西 所以就是有機啊 唇棉啊 天然無毒為主 好我現在來介紹這個牆上的裝飾 那也是搭配這一次我們的主題 就是舒心的綠色 這個是來自西班牙的牌子 它叫榮麗房 搭配像上半部那種白色的空間 那你去讓這個有點恢復的藍色 去搭這個下面的綠色 就會感覺很可愛 而且呢 因為懷孕期間呢 沒辦法用釘子 所以 我們先就是用膠帶 躺在後面 然後把它掛起來 看起來就非常的有裝飾感 有點童趣 可是又不會太花俏 另外一個牆上裝飾品 就是這個超級可愛的Toby 那這個是來自澳洲的一個牌子 那它就是用很多木邊 然後把它編起來的 這個大概會放在距離 你有床子還有段距離 我有聽說就是小孩 如果又是可以自己站起來的時候 就會對鏡子很有興趣 所以我希望這個鏡子 可以讓Toby就是照照他可愛的臉龐 然後可以記下自己最 最最帥的樣子吧 第二個我們會放的就是 就我來講這個很有趣 我把這個是我寫給Toby的一封信 那雖然我們有英文版又有中文版 希望等他長大以後 可以念給他聽 然後讓他知道說 就是我們有多麼的愛他 這樣子 所以人身上會控制掉的感覺 然後去裝飾就是 嬰兒床這一面的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嬰兒房的重頭戲 就是Toby的 多功能成長型嬰兒床 他的品牌是還記得 當初為什麼會選這個顏色呢 就是因為 讓搭配我們家的灰霧綠 可以呈現我覺得比較中性 沒有人說男性一定要藍色 女生一定要粉紅色 我很喜歡這張床 是因為 他整個做工質感非常好 他這個卡索就是做得很好 你可以隨時的坐在他的床邊嗎 那因為你剛有聽到 我拿起來的時候有一點聲音 那你可以在這邊這樣 就是陪他 或是把這邊當一個尿布台來換 很OK 他還有附一個像這樣子的架子 那很多人就問我說 這什麼架子呢 這人會建立架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上面就可以掛一些 Toby喜歡玩的東西 或是一些安撫的玩具 可能像是龍蝦 我不知道他寫不喜歡龍蝦 但就是 韌性的媽媽至少很韌性的 就是把龍蝦放在他的床邊 你喜歡嗎 床的旁邊呢 還有一些可愛的掛鉤 可以掛一些小提籃 對 那這個也是剛剛講的龍蝦房的牌子 我們整個床包的顏色呢 也是搭配灰霧綠 所以我希望Toby就是可以在一個 很無憂無慮的空間成長 那當然我們也有買一個床圍 然後這個也是搭配灰霧綠的主題 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就可以鋪在就是他的 床的旁邊 然後這之後我們再把它綁起來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塊 CREATE出來的尿布台 那除了剛剛講的床那邊可以當 因為大家可以看那個 前面的那個門板可以拿起來嗎 那邊可以換尿布以外 這邊我們也想說就是 配合我們兩個夫妻的身高 在這邊換尿布這樣子 那我們就在 在嬰兒房前面鋪這塊就是地墊 那這個地墊也是很講究 它也是就是澳洲天然無毒的 防水的地墊 那如果流口水或是東西打翻了 其實就完全沒有關係 那它又很好收拾 然後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草迷馬 對 那它再重只能60公斤 我現在本人已經超過了 所以也沒有辦法坐上去示範給大家看 它終於組裝上去了 等頭皮長大的時候 就是大一點之後 它就可以起正常的馬在這裡玩 再來就是嬰兒房立備的空氣清拼機 你們知道我就是一個超級家電外型控 但是又很注重功能 所以後來選了這台就是瑞典的Blue Air 那這一台是算是適用於小坪樹 所以像這樣子的空間我覺得很適合 那再用它很簡約的外型 而且這個布泡其實是可以管的 所以你可以配合你房間的色系 做一些顏色上面的調整 那我覺得它使用起來也非常非常的安靜 就是我希望說 可以讓小孩在一個就是安全 瘟獨又沒有什麼噪音的狀況下成長 Yeah 接下來要介紹另外一個空間就是Toby的Play Room 是一個非常迷迷的遊戲間 這個空間區域的設定大概是我想是等它可以攀爬 可以稍微站的時候 那這邊有一個很可愛的就是小帳篷 那小帳篷上面我們還有做一些就是像這樣子 流蘇的點綴那這些都是剛剛來自就是西班牙的那個牌子 蘑莉坊 然後抱枕的部分我們就想說 可能它可以拿起來抱啊或是拿起來彎 所以我們有各式各樣可愛的抱枕 海心啊 餅乾啊 喔 還有雲朵 小帳篷裡面呢 我還在考慮不能買一個大一點的 現在這個有點小 以我的身高來說 因為我有點小時候可以 念念故事書啊 然後在這邊念它網這樣子 我們還有鋪一個地毯 所以也不用怕說木地板就是很冰冷的感覺 那這邊旁邊有看到一些可愛的收納盒 原因是 當初我本來在改動這個房間的時候 有想要做一些可能是收納櫃啊 或者是有一些櫃子想說可以釘在牆上 但因為後來考量到說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的成長其實還蠻難以遇掉的 可能它會不會爬到家具上還是家具會很危險 anyway 我就想說走一個比較開放式的收納 所以就是善用我最愛的這種小籃子 那這個也是 Rena Caneos的 就覺得他們家的東西都讓我覺得很安心 可能我們這邊會收納一些它的一些玩具啊 衣服 口水晶 床尾 枕頭 又可以隨處的移動 像這樣子的收納方法是我自己一直很推崇的 就是你可以讓美化你的空間 但同時它也可以成為裝飾的一部分 而不是說把所有的東西就是全部收起來 那因為這個空間很小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房間 放一個就是可能是單人沙發 可以的話呢我也沒想的 取而代之我就是換一個就是 藍骨頭 像一種正方形小的 對 那主題一樣就是最可愛的草泥馬 我很喜歡它整個材質的質感 然後加上灰色系的感覺就是還蠻中性的 不管你是可能像現在我這樣轉過去 要照顧小孩啊 就不會腰痠嘛 那這個還可以拿起來 或者是你隨處移到任何一個角落 然後好像都可以跟小孩玩 或是以後封閉可以坐在這上面 我自己很喜歡買一些可以移動式的軟裝 你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可以利用的彈性是很大的 其實在做每一個房間規劃的時候 我通常第一個會列出就是 空間的配置規劃 這才是最重要 例如你什麼東西想要換來哪裡啊 那這個空間大概是有幾公分可以運用 適合放什麼樣的家具 對然後我才會把想要放的家具 就是擺在同一個圖檔裡面 你可以去看說 欸這整個元素是不是符合這整個空間嗎 是不是有哪些當你太突兀太跳啦 或是有些東西看起來太類似了 Pinterest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你去尋找靈感 期待3D圖 不知道會不會跟完工後的感覺像一樣呢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真正想要傳達的是 即便在這麼小的空間之內呢 不管今天可能是漆的不一樣顏色的油漆啊 或者是說你換了不一樣的家具 去改變整個風格 其實只要有心呢 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幫我按個讚 然後在下面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呢你想要委託我 找我幫你做一些房間的改造呢 像是今天這樣子的感覺 你可以偷偷留言就是在下面告訴我 或是寄到我的信箱 信箱在這兒 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希望對於大家在居家美感妝潤這塊呢 有更多的幫助 我要先去生孩子了 掰掰